闖進夜店狂吼猛炸 小張惡煞完全無視人潮 看到東西就砸爛 接著夜店門口又碌碌絮絮 走近好幾名同伙 直接一名白衣女子 被從門口推回店內 還有人大喊要她們繼續砸 有不少客人 背著突如其來的混亂 嚇得驚聲尖叫 暴力雜電就發生在新竹市區 一間夜店 跨年夜晚上有將近10名男子 手持棍棒進入夜店之後 現是猛雜桌上了杯盤 接著有砸毀夜店壩台 整間店的裝潢幾乎全毀 誇張的是拍攝影片的女客人 被發現之後也被扼煞 勸打腳踢 無辜被打的少女 除了頭部外傷之外 臉部 上背部和大腿 都有大面積挫傷 等警方趕到現場 人已經一哄而散 而警方根據畫面 尋先追氣 分斷兩天就逮捕雜電的主嫌 突不了解是因為 店家老闆以九客發生糾紛 九客硬而率重 到店內砸毀一些 店內的設備 你為什麼要去雜電 先犯路往後公稱 先前去店內消費 跟老闆發生口角 心聲不滿才會趁跨年夜 店家辦活動時 雜電搗亂 但他們有膽雜電 卻怕自己 惡情惡狀被拍下 連女客人都照打不悟 誇張行徑也讓警方只搖頭 記者和風淺 廖宇智 新主播到